喝完酒 喝完酒 乾杯 來到Part 2 那這次呢要來講 喝完酒之後 誰會有好酒品呢 這個好像也很重要 總是有一些人 在喝完酒之後 會讓你很傷腦筋 這些人呢可能你之後 就不會想要再找他喝酒 大家都是 生活經驗談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如果你會看命盤的話 我們可以先知道 誰可能 他的酒品會好一點 他會是喝酒好咖 那誰有可能 讓人家比較頭痛傷腦筋 好酒這個東西咧 其實沒有喝 好像也不會怎麼樣 不會掛掉啦 那為什麼我們會想要喝酒呢 其實喝酒就是為了 滿足我們人類的靈魂跟心靈的狀態 好啦 嘗鮮除外 然後大部分喝酒就是滿足那個靈魂的狀態 那關於滿足自己心靈靈魂的狀態呢 我們可以來參照我們命盤上面呢 有一個叫做福德宮的地方 福德宮代表我們的精神享受靈魂的狀態 來看一下兩種狀況 有好酒品跟有可能會有狀況是什麼樣的情形 第一個是有好酒品 那有好酒品呢 這個工位裡面的新藥 是不是必須要比較溫和的 比較peace的這一些新藥 當這些溫和的新藥他們喝完了酒 得到精神靈魂滿足了之後 他們呈現出來的狀態就會很peace很平靜 有些甚至很有趣 有些可能就睡覺 有些沒有反應 這是第一想 OK 好 那第二種狀況就是會讓人 傷為傷腦筋一些的新藥 比如說潛在因素會爆充的新藥 或是比較怕煞劑的新藥 怕煞劑跟會爆充 這個是OK跟不OK的兩種情形 再來我們就要來看看這些溫和的新藥 有哪些天童 這最溫和啦 又好酒又好咖又溫和 這真的是一個出外旅有好伴侶 真的是一個超級好咖 當他在喝完酒了之後 他也會很樂天很樂觀很有趣很peace 天童心 天良心一樣 他本來就是一個很溫和成熟的一個新藥 所以這兩顆都是非常peace的狀態 在喝完後當然是會有很好的酒品 還有一個會把主心的優點加成的一個化露 化露加成了這顆新藥的優勢 就是在福德宮精神靈魂的部分方面 就會讓你覺得他的酒品是好的 第二個 怕煞劑呢就像是天機心 他怕煞劑 那天機算是一個比較變動的新藥 當他遇到煞劑的時候 他會想很多 有時候他會做出一些聰明反被聰明悟的 決定或行為 就是你不知道他下一步 有可能會做什麼 再來呢就是很怕煞劑的 兩個人際的新藥 天象心 天象呢他平常是在維護人際 Social他本來就是一個維持和平的新藥 可是當他遇到煞劑的時候呢 他是不是會做出一些違反自己 設定的規則跟規矩 所以當他酒醉了之後 他本來覺得應該要這樣子才好 因為他就是偏偏脫軌 那下一個連針呢 這一個 囚禁自己的新藥不得了 平常他會把自己鎖得很好 囚禁得很好 他會把自己約束在一個最好的狀態底下 所以其實如果當沒有遇到煞劑 他們的狀態會是還算OK的 現在怕的就是 當他們遇到煞劑的時候 被解放開來 尤其是連真心 他已經把自己關了這麼久了 突然間我決定放開自己 這時候就有一點危險性 然後他那個潛藏在心裡面的不安定因子 想要來一點不一樣的想法 這時候就真的爆衝了 大解放 唉呀 這個當他大解放的時候呢 就會做出讓你非常意想不到的行為 這個就不是平常的他 所以你們就會覺得 有些人為什麼他正常的時候非常好 一喝久了 酒精麻痹了之後 當他的精神靈魂 在微醺的狀況 他會做出一些令你匪夷所思的行為 也有可能就是因為 他的精神靈魂狀態出了點點的問題 這就是關於有好酒品 跟可能不太OK的狀況 同場加印 當你的命公有匯到了文昌文曲 三方也可以 對酒的這個部分呢 你可能就會有所研究 你會有品味 那這樣子的狀況 尤其是女性 他們喝起酒來 不知道為什麼 你就會覺得他風情萬種 這個是PS的部分 喝酒會風情萬種的女性 命公有匯到文昌或文曲 三方也有喔